好 我們開始要教越有殷勤圓圈 越像儀虧 因為太陽 地球 月亮繞地球轉 所以三者之間有一個位置跟角度的關係 因此你就看起來 越有殷勤圓圈 下面有一張圖片 第一件事情你注意到 你看到樣子差不多 同一個長相有沒有 都是同一張臉 就是我後面要教的重點 月球以同一張臉面對地球 後面要教 第二個 還有人要晃有沒有 晃 這叫做天秤洞 活中 沒教 因此你看到的不是只有一半 會比一半多 一點點 你還要晃一下 晃一下 會比一半多一點 OK 這個高中以後的事我們不理他 好 再來另外一張圖 這張圖裡面有一個小圈圈 小圈圈就是什麼 月球繞地球轉 小圈圈就是月球繞地球轉 還有一個大圈圈 大的波浪狀的 這個 大的波浪狀的 這就是因為他一邊繞地球 一邊繞太陽 所以大波讓他真正的運動的樣子 運動的樣子 OK 來 然後因為角度關心 所以看起來就越有陰晴圓圈 越有陰晴圓圈 就是怎麼樣 那我們就要開始解決 考試的題目很多種 月下雲科的解決的方式 順著三個思路往下走 一個是方位 一個是時間 一個是月下 三個位置數知道兩個求第三個 知道時間 知道方位求月下 知道月下 知道時間求方位 OK 那怎麼解決 第一 方位 方位請看地球自轉 地球如何自轉 說法一 北極向下看逆時鐘 說法二 由西向東自轉 北極向下看是逆時鐘 南極向下看呢 順時鐘 但是不管順時鐘還是逆時鐘 通通都叫做由西向東 所以圖上畫的是北極向下看 所以它是逆時鐘轉 看到這邊圖上面顯示逆時鐘轉 所以這個人 以我為準 右邊是西邊 左邊 東邊 西向東轉 這個人 西向東 所以上面是西邊 下面是東邊 這個人 以我為準 左邊是西邊 右邊是東邊 所以每個人的東跟西是不一樣的 所以 北極向下看逆時鐘 南極向下看順時鐘 不管順時鐘還是逆時鐘 通通通叫做由西向東自轉 方位決定 請看地球自轉 時間 時間就是你們地理交過的時區 太陽 人在哪邊 對不對 太陽的人在哪邊 所以是日必人的關係 太陽照過來亮的叫白天 晚的 暗的叫做晚上 白天的中間叫做正午 晚上中間叫做止夜 然後 所以呢 這邊呢 所以這裡是所謂的正午 這邊是所謂的正午 然後旁邊有所謂的止夜 然後呢 這裡是白天 近晚上 所以叫做黃昏 這裡是晚上近白天 所以叫做清晨 OK 所以就 時間就看太陽 地球 人在哪裡 你看 少數題目要問幾點鐘 規定 早上六點 中午十二點 下午六點 晚上十二點 就這樣子 規定就這樣做就可以了 OK 所以 問時間 請看日 地 人的關係 太陽 地球 人在哪裡 知道是什麼時間 這邊就是 下一個叫做月象 剛剛講過月象就是日 地 月的角度關係 位置關係 所以是要看太陽 地球 月亮在哪裡 OK 月亮 有太陽的是亮的 沒太陽是暗的 月亮在這裡 我們看過去 看到黑的這一邊 這叫做碩 這叫做碩 OK 月亮如果跑到了這裡 我看過去 看到的是亮的這一半 那個叫做黃 我們習慣上會說碩叫做初一 黃叫做十五 好 就是初一跟十五 但實際上是不定這樣子 OK 所以要初一十五 然後呢 月亮如果在這裡 看過去有一半是亮的 這叫做弦月 這也是一半是亮的 所以這裡是什麼 弦月 那個上面的先道 誰叫做上寫 下面後道叫做下寫 OK 那叫做下寫 所以這就是我們的 我們的東西 那老師 那我怎麼知道 誰先道 誰後道 太陽系的運動 除了少數例外國中不交之外 方向都一樣 地球如果是逆時鐘自轉 就逆時鐘攻轉 月亮也逆時鐘攻轉 所以 這邊是碩 所以逆時鐘先道 先轉 所以先道的叫做上寫 後道叫做下寫 OK 簡化的講法 月下 卡中間的叫做碩 放旁邊的叫做望 先道的叫做上寫 後道的叫做下寫 可以嗎 那就是把這三件事情搞懂 然後題目出過來 就按它一個一個把它畫出來解完 你就知道答案是什麼了 好 講過了 三個未知數 知道兩個球 第三個 要兩個球這樣 就是我們的做法 OK嗎 OK 很好 你先用誤了嗎 等下